脑震荡案例 2018年3月21日晚 我太太52岁 与健身后洗浴时 因地面湿滑而倒下 臀部 左肘部 头部 依次着地 当时后脑勺 撞出一个大包 剧痛 无破皮 流血 神志清醒 在家人搀扶下可走路 当晚现场 进行头部原始点按推很痛 回家后感到疲累 温敷喝姜汤后卧床休息 第二天上午 头部更加疼痛 严重头晕 强烈呕吐感 按推后持续温敷 下午稍有减轻 熬煮浓浆生汤 每20分钟喝一小杯 忌口生冷含凉食物 多食用好香化的热性食物 身体虽然不适 仍在家人搀扶下 坚持室内漫步进行少量运动 以增强体力 晚上睡水暖电 头部用电热毯包裹 不间断温敷 醒来时喝一小杯 浓浆生汤 连续三天 上下午各全身按推一次 红参100克 干姜片100克 熬煮成浓浆生汤 每隔二三十分钟喝下 五个红豆帽及红豆袋 轮流加热温敷 慢慢增加室内散步的次数和时间 体力有明显改善 头晕也逐步减轻 经四天精心处理 各处原始痛点按推时的疼痛明显减轻 泛量及体力大幅改善 在家人搀扶下 已能连续慢走15分钟 一天能走4至5次 头晕现象减轻 且次数减少 头部肿包块 有氧感 第五天开始 全身按推每天一至两次 增加室内散步时间 约半个月 家人陪同 逛超市约三小时 中午回家 邻居家装修噪音大 下午5点 剧烈头痛 进行按推温敷三小时 喝姜参汤 晚上10点缓解 次日清晨醒来 已无头痛 经此事深刻体会到 尚未完全恢复 运动不可过量 环境污染噪音 也是伤身致病恶缘 原始点条理将近一个月 除了头转向右侧时 偶有头晕感觉 已没有其他症状 体力渐渐充沛 饮食起居 恢复如常 准备上班 分享 我太太能这么快恢复 真心感恩张一世的 原始点医学 感恩 Luna老师 远在大洋彼岸 给予精心指导 她指出 摔倒的瞬间 人体损失大量热能 造成严重体伤 条理中 需要源源不断 补充内外热源 加强运动 使自身产生热能 热能补足了 自然就不晕不吐 也了解 在强烈撞击后 本处体伤修复 需要一个过程 不要着急 不要担心 因为着急担心 都会消耗热能 拖延恢复的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